车子里面装着一袋袋已经分装好满满的生活物资 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以及里长协助下 按照名册地址逐一送给需要帮助的弱势边缘户 同时加赠红包希望解蓝莓之急 这是在七独马林开设旭腾股份有限公司多年的郭董 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感恩信念 每年都会制赠生活物资以及红包 给七独区大约50户的弱势边缘户民众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肯定和支持 我本身来马林这个地方已经有15年了 基本上在了解跟当地的我们艺座长期的在一起 也跟个里的里长也都有来往 也了解到当地有一些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这个是我们做得到 我想取之一社会用之一社会 这个是企业的责任 所以在我们艺座的这个引荐之下 然后也在慈祭还有各慈善机关的一个引荐之下 做到我们能做的事情 谢谢 我们也知道郭董这几年来进驻了马林地区 也协助了不少低收入及关怀户 尤其在各弱势团团体机关的提供之下 他都非常热心的结合地方上的 企业的一些善心人士的一些物资跟金钱 不定期的来对这些需要关怀户来实施慰问 非常的敬佩 同时我也在这边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人士们 一起来加入 共同来关心社会比较偏僻的角落 收到物资和红包的边缘户 对于郭董以及张耿辉议员的爱心和帮忙 有着满满的感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